好,这边的反正总颜值,第一个就是说,你在Designer打开来之后,拖拉观察它的效果,所以Preset也是一样,比如说像Bias Fireworks,去找,嗯,那些了,有吗? 好,好,感谢啊,点这个Designer,再一次好了,就Designer点了以后,就是拖拉可以测试,然后Preset这边打开来,这边可以看到有Smoke and Fire,什么之类的,你就找一个,然后直接拖拉可以测试,它的效果,其实这边教室的硬体是不错,但我不知道为什么,用起来还是有点顿,它是4060Ti,照理说应该是更夸张才对。 好,这边现在看到,所以第一个讲义这边讲的就是说你可以拖拉测试,然后这边点到那个分子发射器的种类,这边可以调整分子发射器的类型,它这里有好几种,这边还有一个是设定分子的类型,所以回到这边来,点Designer,分子发射器, Emitter, E-M-I-T-T-E-R,分子发射器,所以这是点分子发射器,你可以选比如说像,盒子的分子发射器,这是盒子,然后这是球状的分子发射器,你没感觉的原因是因为分子跑太快了,分子其实可以设定它,比如说它的Motion,设定它的Velocity是,这样好了,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颗球,要等它一下,因为它那个分子跑,速度变慢,所以就变一颗球,然后再来我们回去点,因为这边还有像什么,灯光,这个这边还没有焦,这个涂层也是有点麻烦,这几个就后面再讲好了,然后Motion的话呢,就是分子发射器它是怎么动的,所以分子发射器的动法,你就会看到像是有这些, 我先把它的分子发射器改成点好了,这样子,Motion,你再看一下Motion,然后这边是点它的,就游标移到右上角,这边就会看到,各种不同的,喷法,然后再来是分子发射器的,是分子的种类哦, 这个是点的,然后这个Motion是,为什么这是0啊,我刚做的什么,Default好了,OK,所以分子的种类,Sphere球体, Glow,Sphere,会发光的球体,星星,CloudLate,这个是拿来做像烟雾的,StrikeLite,Sprite,反正就听先听听就好了,因为你这个没有道理,就需要挤哦,不需要挤。 那再来我们再看,Size and Rotation,这个呢,我先把它改成Star,OK,Star是这个,然后Size,Rotation,你可以看到它现在是一条平行线,你可以在这边,这边呢,Preset,直接选Linears Lock,越来越小, 所以它就是大小,跟旋转,所以它就是越来越小,如果这个左右颠倒,这应该有个左右颠倒才对,Flip Horizontal,对吧,由小到大,Flip Horizontal,由大到小,OK,好,所以,大概就是这样子,像Opacity也是一样,不透明度,你也可以直接去找它的Creset, 由不透明到透明,之类的,然后这边按OK,对吧,不透明到透明,这个意思,Lifetime就是时间轴,对吧,然后Color,Color预设值就是一直都是白色,你可以改成像是random from gradient,对吧,random from gradient, 好,再来,我看一下,我的讲书不知道还写了什么,Color,这刚刚讲过的,这个还好,都讲过了,OK,它Color还有这么多种,gradient,它是,应该是右上角,所以你可以这样选,有没有,有没有,OK,再回来,这边是它的, 它的,力场,重力场,negative gravity,所以是,呃,负值的重力场,所以,应该是要去找,看一下,这个是physics,看这边有没有,有,default是往上,turbulent是wind,default,gravity,gravity down,turbulent,gravity, 它怎么没有,它说的,反重力场,没有,真的很奇怪,没有,那其实这个,你可以随时改,你看这边点,重力场是59,对不对,你改负值就好了,来个负100,就是负的重力场,它就往上了, 所以ZP也是可以,只是觉得奇怪,以前这里有,现在就没有,然后再来这个是什么,哦,重置,那个节点的,数值,哦,就是,任何一个节点都可以reset,重置而已, 嗯,这个是什么,哦,以前有分单一分子发射器,跟多重分子发射器,现在没有分的,它也不是真的没分的,它这个都,现在就是已经完全长起来,什么意思,你看这里,这个先收起来, 只有一个primary,就是主要的系统,就是单一分子发射系统,所以呢,如果你看到那种一大堆有的没有的,这种应该就是不止一个,你看, 它就有主要系统,系统2跟系统3,有没有,所以这个就是多重系统,这是摄影机哦,你可以这样,然后再来一次快速键C,它就可以上下走就动,再来一次快速键C,就可以摄影机前后动, 然后,再来一次C,就切到旋转,再来这个,就重回到原来的视角,这个, 哦,好,我觉得我已经讲太多了,就先这样吧, 慢点 慢点啊 好